这期视频缺席想跟大家谈一谈啊 我们作为中产家庭 所谓的中产家庭其实啊 叫无产阶级 就我们无产阶级怎么样避开啊 你稍微有点这个什么资产 比如说你有个套房子 有点车什么的啊 有点存款 你怎么样避开这个返平的这个危机呢 你看那个中产一业返平的三件套 而且缺席不是一直在提吗 一个是你是背了两套以上的这个房贷 这房贷是什么回事呢 这个你大约是前十年你还的这个月供啊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利息 只要你断供了 你发现你的本金还没有还多少 这残酷不残酷 这简直就吸血鬼嘛 对吧 银行就有吸血鬼 第二个 你生两个以上的娃 如果说你没有房贷 你说你生娃随便生一生 然后你又不鸡娃 你又不给孩子搞过多的这个教育投资的话 就是没用的多余的 你只是给孩子带来这个 就是这种的上学的这个烦恼 他这个学习的这个负担 你没有真正的在投资他的教育 真正的教育是什么呢 你要学让他从小就学会财商教育 很多孩子是不具备财商教育的 你把孩子灌成了什么呢 一个索取型的孩子 他一切都是得来 他认为全世界都是应该不劳而获 无常的 无条件 无代价的 他就就是拿来派 拿来主意 他就是吸血鬼的讨债鬼 你把孩子灌上 灌成了一个讨债鬼 他就 这就不是一个正确的财商教育 对吧 要不然你就拼命的压榨孩子 压榨孩子在农村家庭是比较多的 讨债也行的 讨债鬼也行的 那在城市家庭是非常多的 包括跟缺起面积 黄血肌秀这种 就完全就不知道 说跟人要等假交换 你跟谁等谁等假交换 包括跟你亲妈都不例外 你不要想着说你什么都不付出 已经二十六七岁 搬三的老女人了 还在伸着鼻子 还是等着别人来喂呢 拿别人的东西 用别人的东西 住着别人家 是理所当然 就恬不知耻 到这个份上 那确实也是他们没观止 给孩子的教育 你是应该有个正确的财商教育的 财商就财商教育 就是等假交换的原则 还有中产反贫 还有一个 配偶不工作 配偶不工作 不会缺起这几天一直在吐槽的 一直提到 就以他为案例吧 因为这个案例特别生动 缺起就亲眼看到吗 你看 回国去 带三个孩子 带三个娃 她不工作了 这就少了一个帮手吧 第二个 还背两套房贷 你要没房贷 你说生完还行 然后呢 还生两个以上的吗 没有这个房贷的 而且他还在孩子上过度的 盲目的投资教育 你自己都不是一个读书的人 是吧 你自己都没有好好读书 你凭什么样 只选择其中的一个儿子 其实呢 就是应该什么呢 就是聪明的这个父母 应该什么呢 让女儿最起码读一个本科毕业 是吧 儿子呢 读个高中毕业就可以了 因为儿子在这个男权社会里 生活起来是 他生存是比较容易的 他生存的渠道多 他行走在这个江湖上 是非常方便的 他不像女孩 在这世界上行走 经商也好 做生意也好 都是非常不方便的 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 都是很成问题的 让女孩呢 至少读个本科学历是吧 学一点这个技能 然后避开这些 靠体力出卖体力的这些 社会底层 让这个女孩呢 遭遇的这个风险就少一些 这是你作为父母 就应该有的这个 选择这个教育的这个侧重点 他不 他只给儿子 他过度的投资教育 女儿什么都不管 这种傻子 你就看吧 这不就给自己埋雷呢吗 眼睛都傻呀 但是缺点不能教育他 也不能指点他 就是什么呢 每个人的因 他种的因 他必须吃掉自己种下的果 就是你不要干涉别人的因果 人家没来请教你 你千万不要指点别人 缺点就看着是吧 我不说 我只是厌恶你这种重男轻女的 妇女 非常厌恶 但是呢中产呢 你说啊 真的是非常脆弱的 它本质就是无产阶级 只要有个社会浪潮 有过这个什么经济周期啊 这个中产阶层的收入就缩水了 财富就悄悄的流失了 你看通货膨胀 把你手中的那点存款给你稀释了 以前你靠着你这个 这十块钱 你可以买很多东西 一车东西 现在十块钱 你只能买一两样东西 那你手里的钱不值钱了 你说你这省着钱用 你说 你这存款有什么用呢 对吧 不马上就变穷了吗 你再看看 中国几十年前 缺缺小的时候 四十年前 四十几年前的那个时候 缺姐父母曾经还拿的这个工资是28块 你现在28块你能活吗 所以呢 这造成中产反评的最后货手 缺姐说了 那几件套 这中产阶层其实是处在一个 任何一个国家都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虽然说你手里有一点 存款 但是呢 你就会因为你这点存款 担惊受罢 如果你现在适应了你现在衣食无忧的这种 就稍微宽裕的这种小康日子之后 你是很难接受生活水平下降的这种心理落差的 所以呢 中产反评呢 就成为我们的这种挥着不去的噩梦 你再看啊 社会发展 这个AI 设设计实话 之前缺姐聊过一个这个就是这种什么设计师 她是画板会的 她是蕾丝本 是蕾丝 女同性恋 这种东西 你看马上就被AI取代了 包括缺姐最近认识的一个 一个网友 小红书啊 认识的 在新西兰啊 留学学了这个设计 三十一二岁吧 你看她还是觉得自己 靠着自己的这个职业呢 是不稳定的 她赶紧找了一个 就是学什么海洋科学的这么一个男朋友 是西班牙人 比她大了二十岁 她为什么愿意 你说你二十几岁或三十岁的 这么一个年轻女人吧 不能算小姑娘了 你为什么会找一个 比你大二十岁的 说大叔都戳戳有余是吧 就完全是妇女辈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男人 他的收入是非常稳定的 他的这个工作是 职业是很难被AI取代的 而他的这个工作 所谓的设计师 那其实你也看到 他设计那些东西也就很一般嘛 因为这些东西 AI一秒钟就 一分钟都能给你画出来 真的不需要你学士几年 二十年 说白了 这就是一种经济的保障形式嘛 找了这么一个男朋友 哪怕是呢 不能结婚的 或者是怎么着 他至少这几年 他的这个经济 他的收入是稳定 而且他在国内 他是有弟弟的 他弟弟比他小15岁 一看就会家里的家产 就不是给他的吗 就是给他弟弟的吗 从他这个家 原生家庭里 他是得不到什么 这个财产继承的 所以他的最好的方式 就在国外 找一个绑定一个 比较稳定的 这么一个收入来源 就至少跟他一块住 分担他的房 这个这个生活费用 这不就新兴技术 对他的冲击吗 你在看那个 确计跟这个 澳大利亚的 友安娜 他学那个什么 就软件工程 我说软件工程 这个以后也是被AI取代的 几分钟 我说你坑着坑着 几个小时 你都编不出来的吗 我说人家 就几分钟 就给你编出来了 而且编的 比你准确率还高 他又又有危机了 而且他大概率 学出来之后 他们两口子 都不太可能找到工作的 还是继续干着自己的超市 继续干着自己的幼儿园 这不就中产的危机吗 你说你学这个 如果说你不能靠这个技能 来赚钱的话 你学这个有什么用呢 确实是比较实用的 包括确实对自己这个老公的 这个喜欢天天的他要练琴 我说你靠着你这弹钢琴 我说能赚来钱吗 我说你弹这个吉他能赚来钱吗 我一切不能变现的这个技能 都不叫技能 对吧 确实能画画是吧 但是确实一看自己 没明信是吧 我确实就到 这个拍卖会 网上的拍卖 我一看 我说人家画的比自己基础高吗 对吧 我这样拍卖 我是卖不到什么钱的 我还不如放在自己家里 我看着赏心悦目呢 舍不得卖啊 如果说一付 你要是卖我个几万欧 几十万欧 那我也卖 是吧 你要是卖我几十欧 那我卖个屁啊 是吧 所以呢 中产的危机是一直都存在 你要防止反平 那是你这作为一个中产 一辈子的功课 那你怎么样才能够避开 你反平中产反平的这个坑呢 确实给大家 总结了15点 第一 这是拼的 还拼什么呀 拼头他运气啊 血脉的传承是高于一切的根本离 这就是根本离 你看这些什么 就缺姐见过那些什么什么二代啊 不一定是富二代官二代啊 屁都不是狗屁都不是 他居然他能吃上那碗饭 那缺姐真是惊讶极了 不解极了 也不公不公 就不愤极了啊 非常的不愤 不平衡 不服气 可是 他就生在这样的家庭里 他哪怕他是拖屎 他们家里也把他拖 这拖屎也摆 放在这个箱子金边的盘子里 给他摆在不该摆在的位置上 这就是血脉的传承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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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气啊 第二就是你自己得觉得舒服 你得胜过别人 你不要管别人怎么定义 你看缺姐从来不管别人怎么定义自己 基本上不在乎 你说你 还要跟缺姐什么比什么白有瘦 还外貌焦虑 缺姐从来不跟你比这个 缺姐干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说这把年纪了 我还跟你比什么外貌焦虑 我还要白有瘦 吓死了 因为缺姐那些是比较强大 我不需要你来定义我 我不需要就是你来教我怎么做事 怎么做人对吧 第三 赚钱首先是要切换赛道的 切换赛道才是最大的重义 而不是勤奋 在同一个赛道里 你说你加班996当社畜 你架死你 那缺姐听就听过呀 有一个香港的这么一个总编呢 就是这个杂志的总编 跟缺姐说 他同事 就前些天 普通倒在这办公桌上 电脑前 电脑的键盘上 就猝死了 就加班加的 你说这干嘛呢 说我他妈 我就是赚这点钱 我他妈把自己小面给交代了 但是切换赛道是需要 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 你一定是需要你特别庞大 特别牛逼的这种搜集信息的能力 需要你随机应变的这种灵活能力 其背后呢 是对这个世界深刻的见解 是对未来的一种预判 你的预估能力 那缺姐一直在说 为什么缺姐能预判 天天在分析 天天在做沙盘推演 天天在做复盘 那缺姐就是为了沙盘推演 缺姐所有的复盘都是为了沙盘推演 我是在做预判 但是在任何时代 创新的回报是无一轮比的 就是你必须得找准这个赛道 第四 人生发财啊 要靠对赌 脱离贫穷的唯一方法是承担这个风险 信息和知识 你这个风险呢 是不能避免的 有钱人的关键是要经营这个风险 每一次的选择 都是筹码加倍 人的一生还有三到十次的对赌 有些可以躲开 有些是躲不开的 比如说高考 结婚买房是吧 这样你得堵啊 那包括缺姐从德国放到西班牙 也是在堵这个国家的国运呢 缺姐一看德国不行 德国要挖 德国这艘船要沉 缺姐赶紧跳船 跳船你就得跳到一个 就是不能比以前还差吧 那缺姐就堵嘛 肯定中国国内的船 缺姐不想跳啊 当然很多人呢 其实他是什么 国内多好啊 这个那的 那时他们没看到国内的危机在那 掌握的信息不一样 那缺姐不想去指点别人 我指点你干嘛是吧 我指点你你还得横着我 你不来主动请教我 你主动请教我 我都要打着折扣的说 还得看这个对方的接受程度 理解能力 你看你理解不了的 我说都不说 第五呢 吃喝嫖毒不会毁灭家庭 唯一毁灭家族的是豺狼 懂吗 这交涉淫逆啊 真实的杀伤力是有限的 真正的富人是不需要接见的 真正可怕和需要警惕的 是这个政策风向 比如说俄乌战争 再说啊 这个绿党上台 再说 阿凡达正在这个 异军突起 这些你是真正可怕需要警惕的 缺姐看 哎呦 阿凡达正在崛起 这个绿党这个傻逼党 兴奉坐浪 就迅速的让中产家庭 反贫囊 那确确必须得跑 还有通货膨胀 就这种柴狼毁灭家族最佳 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明抢抢劫 第二 是诸心就暗抢 抢劫富人更快的方法 是给他植入一个错误的观念 让富人主动把钱送给这个政府 当富人开始蔑视金钱的时候 他就会失去金钱 第六 金融市场有三大骗局 一是富利 一是定投 一是指数基金 所以说那你在投资理财还是要当心 第七呢 理财必须亲力亲为 财富不可假 他人之手 你不要找什么基金经理啊 没有任何一个亿万夫 是靠着什么基金经理支付的 比如说巴菲他从来都是自己买自己超过 自己操作 第八 真正勤奋的人是不上班的 上班族的地位呀 道德水准呢 其实都远远低于自谋职业的 其实老板的优性床度是远远超过伙计的 因为他自负盈亏没有后路可退 那缺解啊 就是特别的业目的一个老板 他是吸毒的 他天天的这些一到周末的时候 比如说今天是星期二啊 他吸着毒 跑到砸之社了 给整个砸之社的 开一天的大会 从早晨九点钟到下午六点钟 他既不喝水也不上厕所 也不吃饭 这是吸着毒嘛 人家就滔滔不绝 这一天的时间就这么过去 九个小时 哎呦真是实际 但是你别看他吸毒 他道德水准非常低下 他还刻口缺缺的工资 但是呢 他知道自己是自负勇愧的 但是没有退路的 他说每天我在醒来的时候 我都觉得自己身灵啊 这个深渊 我都觉得自己要命悬一线 他有这种危机意识 那确实这是 确实学习的地方 是吧 人家永远有这个危机意识 人家没有想负责啊 是吧 人永远都是居然思危 这个危机意识 你就得学会嘛 对吧 第九 其实人的工作经验 不会超过三年 人在任何一个新的赛道 都只需要三年时间 所以呢 论子排辈就黄压 你说日本的那些 叫老而不死 视为贼要 那些老不死嘛 把握着这个企业里的 所有的高管的位置 这不就典型的负权制社会吗 但是没办法 你在这个日本的社会里 你就得说遵守这个 社会秩序 第十呢 永远不要才拿弱者的意见 而且那弱者 他或许呢 他骗你 他都不知道他在骗你 所以你就得默认 他每句话都是假的 就包括那黄野鸡 还跟缺姐说呢 他明明狗屁不懂 他说开热点热点 是非让缺姐开个热点 结果缺姐开了几分钟热点 啪 7欧就没了 他太乱缺姐给打电话 这黄野鸡是 给加拿大的电话 给缺姐给他打过去 又29块又没了 这黄野鸡 他的意见 就是缺姐应该先调查 分析不应该听他的意见 就是任何一个人开口 你先分析他是成功人士还是弱者 还是狗屁不懂的 这种文盲 是吧 如果他是这种无知的 这种流氓无产者 就不要采纳他的意见 因为什么呢 这种流氓无产者 这种文盲 他总是 什么他都没有任何的常识 他也没有这个搜集信息 判断信息的能力 你听他的 那他就把你外壳给你买进去 第十一 不要相信媒体 那包括黄野鸡 这些确实还有一点不如吵操他 他连自己搞破鞋 他都不认为自己 这个 这件事是错的 是见不得人的 但是他又非常清醒的 他就把这搞破鞋 这件事 他不告诉他的老公 网上招牌的事 他不告诉他老公 但是呢 面对别人的时候 他特别励志气壮 搞破鞋就挺正义的 就有道理的 别人不能指责我 我这是爱情 这个自我欺骗 自我洗脑术 已经牛逼到这样 那你就不用跟他 跟他这个败吃了 第十一 不要相信媒体 你包括专家 那些话 你看看那些专家说的 那些奇葩言论 是吧 但是呢 他这种没有信息的 就是没有常识的人呢 他往往是相信权威的 他也不知道应该采取谁的意见 他也不知道怎么分辨 怎么过滤 他连分辨的能力都没有 比如黄尔基 他连分辨 这个信息是对的 还是错的 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连这个能力都没有 他只看谁嗓门大 他就听谁的 他都不知道说 对这种 这种乱七八糟的信息 是吧 你首先得过滤 是吧 你得分辨吧 得独立思考吧 没有的 这种文盲是没有的 第十二 你要有想象力 是吧 这个穷人以为 就像黄尔基以为的 什么投价还价 他以为是 加减上下浮动了20% 其实呢 就以他个人的价值 他是浮动了90%到900% 完全没有任何价值 他给自己吹出来 什么什么样 就千万不能听 这个傻逼的意见 第十三 你要习惯有损失 不要追求完美 是吧 有损失 哪怕 你就说 每次你都损失 一成的这个存款 但只要的风口 你赌对了 或者踩点踩对了 你就一下子 你转了十几倍 几百倍的 你就转回来了 把你的损失转回来了 对不对 第十四 你要灭世权威 但你的规模足够大的时候 这些傻逼就不敢质疑你 你要敢于定价 要敢于质疑 第十五 你要布局深远 这些很多人 就奇怪了 是吧 他们永远就是眼光 熟目蹭光 这黄野鸡 他就是树目蹭光 他永远看不到 下一步是什么 就马上就个坑 说你这一步 他们你踩错了 那下一步就是个大坑 他不想不到 他就要说 我要自己心里爽 还有没有公主命 却有公主病 这就非常可怕 这种穷逼啊 这种弱逼啊 还这种同时 还是个漏逼 他永远都先满足自己 要心里爽 你说他有计划吗 他有规划吗 他做什么时候没规划 包括他来见缺姐这一面 他没有任何的计划 你说对你 你来见我 你说你对我的表现 都是这样的 你说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没有任何收成 没有任何的收益 而且缺姐啊 你惹怒了缺姐 你把我当成熊哥